新北市13所社区大学配合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 开学时间都延扣到4月份 因此这几天就有部分的民众前往崇光社大办理退费 崇光社大就表示防疫者无旁贷会全力配合政府 同时也会事先规划好开课后入校动线和清洁消毒工作 让学员们可以安心学习 往年3月份崇光社区大学春季班课程已经陆续开课 不过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新北市13所社区大学都配合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 延后到4月份才开课 但正式开课时间还要是疫情状况评估 临时收到延后开课的消息 让不少社大讲师和学生都觉得很失望 觉得应该上课的时候没有开始上课 就开始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主要是觉得尤其像我们退休人士 社大对我们来说算一个生活重心 一旦停止好像觉得生活缺了很多乐趣 社区大学其实本来预定是在3月2号开课 因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因为担心疫情升高 那在加上的社区大学大部分都是比较高龄的长者 所以就新北市13所社大一律都是延后开课到4月 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开课 可能我们还是必须要等到教育局的通知 我们才会知道 重光社大表示这几天陆续都有学员前往办理退费 但也有民众到柜台报名 因此重光社大呼吁 目前开课时间无法确定 所以请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报名 以免白跑一趟 目前退费状况 除了就是担心群聚 那还有就是现在可能有些年轻的爸妈妈 可能小孩子他不敢去幼稚园上课 那所以我们的长者就必须要充当临时的保姆 那还有就是不确定的开课时间 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排成 所以他们大概会基于这样的理由来选择就是退费 另外针对开课之后的防疫工作 重光社大表示 他们已经召开多次防疫会议 做好事前准备 让民众未来能够放心上课 除了防疫会之外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足够的防疫物资 像比如说耳温枪 然后还有酒精 然后消毒水 然后在整个防疫动线 我们进校门开始 我们就必须要量体温 然后因为配合重光社 重光女众的要求 就是额温如果三七度 我们就不能进校 因为我们必须在额温再确认 重光社大指出 延后开课是避免民众群聚感染 加上社大有不少是引发长辈 期盼学员多加体量 并且密切注意开课时间 记者声评 欢迎咱们起新店财宝报道 祝财宝报道